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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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 内心独白 完全是一个写作幻想 幻觉 梦境 是写作这种东西 关于 长血的作品 在我的书里边也都做了一种分析 但是大家没有读过 我想大家可能就很难 有那种感觉 我就给大家读一段 好吧 可能这样大家才有一点感受 比如他代表作的 我们经常谈到的黄尼街 黄尼街 黄尼街 大家可以看 它是讲有一条街 但是你看它怎么去讲这条街 大家看它的叙述 我就从第一句开始读起 他说那城边有一条黄尼街 我记得非常真切 但是他们都说没有这么一条街 大家发现这个跟 刚才我们谈的这个马云的 写的小说一样 我记得非常真切 但是大家都说没有这条街 就是你会发现在我们这个 80年代后期的作家的叙述这里 它的叙述和别人的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它是不一样的 在过去我们小说家 就是你的叙述 要和别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你才有真实性 你的真实性 是建立在集体的论知上 建立在我们的共同性上 那接下去 我去找穿过黄色的尘埃 穿过被尘埃蒙着的轮影 我去找黄尼街 我逢人就问 这是不是黄尼街 所有的人都向我 瞪着死鱼的眼珠 没人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影子在火热的柏油路上 满郎地移动 太阳把我的眼眶内晒得焦干 眼珠像玻璃珠似的 在眼眶里制住了 我的眼珠大概也成了死鱼的眼珠 我还在费地里辩论着 我来到一条街 房子全塌了 街边躺着一些乞丐 我记起那破败的门框上 从前有一个蜘蛛网 但老乞丐说 红蜘蛛 今年是哪一年了 一只像金龟子那么大的绿头苍蝇 从他头发里掉下来 黑色的烟灰 像倒垃圾似的从天上倒下来 那灰咸晶晶的 有点像黄安药片的味道 一个小孩一面跑来 一边挖出鼻子里的灰土 一边告诉我 死了两个癌病人在那边 我跟着他走去 看见了铁门 铁门已经朽坏 一排乌鸦站在那尖尖的铁刺上 刺鼻的死尸 臭味弥漫在空中 乞丐们已经睡去 在梦中扎摸着呢 舔着呢 咸晶晶的烟灰 有一个梦 那梦是一条青蛇 温柔而冰凉地 从我尖头挂下来 这个就是这件小说的开始 是吧 大家看这开始呢 他说有个黄义结 但人家都说没有 但是他说他记得很真切 就作家对这个世界认知 和我们共同的认知 他是有非常大的错误 这个作家他要去写的 就是和这个世界 要严格区别开来的 他的差异性 他看到地平线之外的东西 当然大家会看 这像写一个梦境 是吧 一条冰冷的蛇 我上节跟他讲过的故事 说我打过一条蛇 是吧 挂在那个肩膀上 其实我当时很害怕 因为有很多的人在看着我 我没办法 我只好咬了牙 扛了那条蛇 到河边去 去破那条蛇 但是直到我要破那条蛇的时候 我用手去抓那条蛇的时候 我突然间毛骨粉 我实在再也没有胆量 去破那条蛇 大家不知道 蛇是冰凉的 它是冰凉 它冷血动物 就是要 我觉得打那个蛇 我和它有距离是吧 我动用了工具 但当我用手去抓那时 要我破那时 我当时我只好说 这个 哎呀 我不破 我只好 只好这个打退坛鼓 跑到一边去 你不知道那个死蛇 那个冰凉的蛇 是一个什么感觉 因为其实我是 最怕蛇 我非常怕蛇 你们怕蛇呢 怕蛇 因为我小时候好几次 菜链都被蛇咬了 有一次跟我姐姐去采羊梅 抓了一颗 抓到一个树 上面就盘了一条青竹蛇 因为我们那个五一山的那个山上 很多那种蛇 叫红线连 就青竹蛇的 它脊背上有一根红线 那种蛇是剧毒的 你说我剧毒它就只有这么一根 一抓过去 当时我就从一个很高的坛上 啪就赶紧就往下跳 其实就连滚带爬就跑 我至今当时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有一次我看到过一只巨大的蛇 跟我姐姐去砍毛组 就我十岁跟我父母去下方 下方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偏 我姐姐比我大六岁 那下我十十二岁 我姐姐 我十应该还不到十二岁 十二岁还差几个月 然后就我说得这么精确 就是在那个山上 看见就是这么粗的 这么粗的毛组 就是这么粗的毛组 不是蛇 这是毛组 这后面有故事 这么粗的毛组 那个毛组 就是全部都被倒了 这么粗的毛组倒了 就是都整个斜的一片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只看到一闪的一段 蛇的中间的一段 就这么粗 它就从那个山杆下面 从那个毛组林里面穿过去 然后那个毛组和那些树 就整个就往两边倒 往两边倒 哇我们瞎了这个 瞎了这个 因为那个五一山里面 它是有 我们它叫做蛇精 蛇精 所以非常怕蛇 那么它在说冰凉的蛇 从它的肩膀上挂 它是挂在它肩膀上 不是挂在橱头上 挂在肩膀上 从肩膀上挂下去 这个它描写的是一种 是一种什么 什么景象 所以你看它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藏学的小说 叙述是一种梦境 它写的是梦境 在我们过去 我们写作梦境 在建筑小说 你都要交代 是吧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是吧 在梦中 那梦通常也都很美好 是吧 都是有颜色的 是吧 都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我不知道 据说男的和女的 做的梦是不一样的 女的梦是带颜色 是不是这样 你们的梦带颜色吗 带颜色 我的梦从来都不带颜色 男的梦里面是没有颜色 你们的梦真有颜色吗 但是我们那辈的梦是没有颜色的 我在荷兰 荷兰 不是荷兰 荷兰 荷兰 荷兰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讲 因为他娶了一个外国 荷兰人做妻子 他就说 他就说西方女人心地善良 他自己非常 为自己这辈子 娶了西方的女人 他一直非常的骄傲 也非常的这样一个 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他说 他们善良 是吧 这个纯洁 他说他们做的梦都是彩色的 我当时给他一听 他说他做的梦都是黑白的 我一想我的梦也是黑白的 我说从来没做过彩色的梦 他说他做的梦都是噩梦 我说我也是 都不知道后面一只老虎要追来 然后要把我吃掉 就是中国男人 他受这种 虽然被党教育和培养多年 但他还是始终很不成器 他总是做一些噩梦 他就说 但是我后来想 我后来因为这个事情 引起我非常大的兴趣 就好像我们那辈的女性 你问他做的梦 好像他也很难彩色 但是很奇怪 到了你们这一辈 你们都能做彩色的梦 是吧 所以包括男的 刚才林品也点头 林品也能做彩色的梦 你们是真是长在红旗下 是吧 在党的雨露阳光下 你们是幸福的成长 我们是因为受四人帮的迫害 所以我们都做黑白的梦 做这样 所以但是在我们过去的小说 序中他必须是交代梦境 是不是 你必须搞清楚 这是现实还是非现实 这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他都要写清楚 但在长学的小说中 他完全现实和梦境是混淆在一起的 而且他几乎他的现实是没有国际的 他现实基本上是按梦境来展开的 他写的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 写的是你潜意识的世界 写的是你的下意识的世界 他是以这种方式去书写 所以这点我也依然认为 我们过去如果说 文学作品你要在反映生活 来源生活 高于生活 是生活的典型和集中的反应 是吧 然后又回去 又能够反映生活的本事规律 在这种理论下 这些作品是不能被理解的 也不能够得到肯定的评价 所以我是用一个地平线的理论 是吧 我如果要写文学概论的话 我要解释 文学作品 它是地平线之外的东西 当然地平线之外 也跟地平线之内 有时候有关系 有时候也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不是它最重要的本质 它是把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日常性 我们的平庸的生活 不能够抵达的那种世界 那种想象 给你敞开来 你能够在那里完成一种 你的一种梦幻 当然弗洛伊德说 文学就是白日梦 橱窗白日梦是苦门的象征 鲁迅先生仿佛也很同意这个说法 但是我觉得 是地平线之外 他把我们的精神世界跟它拓展 它是这么一种一种东西 所以大家能够理解长血的作品 它是以这么一种书写 那么他没有交代 也没有确认 这个黄尼街到底是不是存在 结果他接下去的 紧接着叙述 他就说 黄尼街是一条狭长的街 街的两边东到西歪地 拥挤着各式各样的矮屋子 土砖墙的和木板墙的 毛屋顶的和瓦屋顶的 三扇窗的和两扇窗的 门朝街的和布朝街的 有台阶的和无台阶的 带院子的和不带院子的 等等 你可以看他这种叙述 他既是对称 同时又是有意地在嘲弄这么一种对称 每座屋子都有独自的名字 如萧家酒铺 罗家香铺 邓家大茶馆 王家小面馆等等 从字面看 从名字看去 这黄尼街或者从前发过记 但是现在屋子里的人们的记忆 大概也和屋子本身一样 是腿败了 朽烂了 以致谁也记不起 从前的飞黄腾达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 残雪写的这个黄尼街 某里山挺像卡乌卡写的城堡 那么他是把这么一个黄尼街 看成他试图去建构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当然是他企图拓展的 地平线之外的一种世界 但是也寄予着他对我们生存的 这个世界的某种理解 某种态度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看残雪的小说 他虽然写的是另外的世界 这个世界它和我们的世界 以一种非常奇怪的预言式的方式 来发生关系 是对我们现在的 此在的这个世界的 一种预言性的一种书写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 藏雪的小说经常有它的封闭性 在它的封闭性的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是有它的一种疯狂的逻辑 有它荒荡的一种存在的一种方式 它要揭示的是这个世界一种荒诞感 那种虚无感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还有像山上的小屋 大家也看过 它也是 和这个环境街也接近 都说没有那个小屋 但是它说有那个小屋 然后它去了那个小屋 如何如何如何 它总是要去到一个 强烈的要摆脱我们的现实世界 要去到那么一个张望差的 是吧 从而压抑的 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的世界 一个阴暗的心理 它要打开我们封闭的 那个心理世界的那扇门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它要去抵达我们的一种意识的 我们意识 最大可能去企及的那种世界 所以在过去 我们的描写的世界 是被概念规定的 是吧 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 是吧 党领导人民 这个走农村合作化的道路 是吧 农民自觉的走道路 这是在我们概念里面规定的 是吧 写的是概念里面的世界 或者叫做乌托邦 历史的乌托邦 然后我们现实主义 回到现实 写我们的日常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经验能够理解的 这种合乎逻辑的一种世界 我们总是要 这种文学的叙事 总是能够还原 是吧 就比如说这 一男一女 不管他们相爱 还是成为仇敌 这一切的逻辑 都是能够还原为现实的 都能够在我的经验的 里面能够解释的 所以这种文学 它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 我的经验上觉得不可能 当然我们这种经验既是个人的 它又有一种统一性 而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去出发那种统一性 就最大的统一性 最大的普遍性 我们过去的文学 建立的基础是这个 就是能够大多数都能理解 你包括赵树里 他的小说那种统极 小情去洗衣服 大家也去洗 这些他都能够被理解 他是在一个经验主义的基础上 来理解他的理性 他建立在这种 世界可认知的这种体系当中 但是现在的小说 他回到个人的经验 个人的经验 这种个人的经验 他有一种强大的反派性 个人的经验 他具有反集体 反社会 反真理的 这样一种态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当代文学的变化发展 它是这么一种关系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